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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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又來了 這是我們店面 這是我們三個人 有機會可以去看 因為其實就在台中中區 然後就在這段附近 有片喔 影片 好 給我 其實這是我們店面一開始的樣子 其實我們一開始 譬如不是在台中中區長店面 一開始在 我們三個人都不是台中人 我們當老師 北中南新竹 彰化跟高雄 三個地區人 然後那時候我們決定說 台中其實在於 當代手的這一塊 其實很少人開花 也很少這樣的店面 所以我們覺得它有潛力 還有辦法 還有機會能夠被發展 那個時候一開始其實是 通常一般人都會去找其他成品 或是美食館附近的店面 因為那樣子是 對符合大眾所選擇的 這些有義務氣息 或者所謂的文青 或者是所謂的人潮 可是我們其實 在那時候去找這樣店面的時候 其實會發現說 我們需要創業 我們需要空間 我們需要工作室跟店面 但那樣的空間 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負擔不起 所以我們其實逛了很久之後 是在中區找到這張店面 但為什麼會找到它 其實也是一個伊零基配之下 是隔壁的鄰居說 這家店面要出租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那張給老闆 那當時的招牌 其實就是上面的這五碼 他沒有完整的台中的號碼 所以我們是 就是自己加上區域 然後台中是零四 然後應該是二二吧 然後就打通了 然後那時候其實是晚上七八點 如果你曾經在台中中 晚上七八點的時候 在那一區逛 其實你會發現那裡很黑 還沒有什麼問題 對 然後 我們那時候也覺得說 老闆 應該就是可能 就在外面 會過來開門 然後他就在裡面 就會打開來 裡面說 哇塞 裡面對我們來講 這是超大的 而且 他原來就是主板 所以其實是以前很傳統 他大概有四十幾年的 一個主子王的樣子 所以 雖然裡面都會跟我們搬走 可是他對我們來講 就會覺得說 很像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然後來房東也發現說 我們三個是在做金工的 他的話不說 就覺得說好啊 可以出給我們 他覺得就是叫我們考慮一下 如果我們要的話 他就覺得要給我們 然後他真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遇到很好 我們也遇到的 我覺得這一切很像 老套一點講就是緣分 可是這個 對我們來講真的是一個 很棒很棒的環境 大家有空真的來看 然後這是我們工作室的環境 為什麼叫七七 因為其實之前 在 我們這個團也叫七七之前 我們其實想了很多很多的名字 但那些名字 這種名字會覺得 欸什麼啊 或者是你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種名字 有時候你會 硬要幾次的名字 可是其實那都不適合我們 後來我們就選擇了 既然七七這個字 七七號這個 感覺很幸運的 那也許我們就可以 把它當作我們的電影 然後他又很好記 然後比較親近 因為我們不希望 我們是很有距離 然後這是 這家工作座是 其實是當時 因為這間主堡 他他很有歷史 然後是那個時候的 老師父的家人 主堡房本身就是房東 他本身之前是有養養一些師傅 然後所以他有一些工作做 然後這是我們現在店裡的樣子 我們把它改變成了我們 比較喜歡的樣子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除了其實我們在做手續之外 我們還要邀請其他台灣的創作者 然後其實這幾年 其實很接得上國際 我們在所謂創作跟 國際競賽季裡面 其實台灣得到很多獎 可是如果我們通常不說的話 其實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那其實我們店裡面邀請 非常非常多在台灣 如果在國際上得逃逸的 或是鋪魚的創作 或是纖維藝術 然後還有精工手勢藝術的人創作者 所以大家就能夠打開 這是我們的工作室 我們除了有看授這些東西之外 我們還有教學區 那就是我們的教學區 然後我們有開體驗課 就是希望透過這個體驗課程 你可以了解說 喔原來你做一個戒指 你覺得它就是一圈 好像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你花了兩個小時之後 你就會發現 我還是用花點錢買就好了 大家覺得其實成就感很高 因為我們會讓你自己動手做 完成這些 你要自己鋸東西 你要自己探監 你要自己拋修 什麼東西 你才能完成一個戒指 可是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了解說 原來我們做精工 或者是我們在做一個東西 是要很專心 是要花費多少精力 你有可能會非常用 這樣只有手 或你發現說 原來這東西要這麼燙 它才能夠達到這些目標 然後你才能做好一個完整 然後最後泡光完之後 你才能得到一個巧合 這個過程是我們透過 希望透過這樣聯合的人 讓你們更認同我們 更知道你們在做什麼 然後這是我們工作室的一些 有時候我們感覺就是 其實不只是會有展示這些 我們還會辦一些展覽 然後像他們兩位的 我們其他成員兩位的各展 這樣的工作室會很簡單 就是讓大家能夠了解說 先除了你可以帶一些 比較簡單小品的手勢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比較一部類型的手勢 你可以透過一些理念 或者是不同的想法 可以呈現手勢有不同的模樣 或者是不同的材質 可以讓你聽說 原來這可以變成手勢 譬如說 我們其他成員 他是用光碟片來做手勢 你從來沒有想過說 你每天開電腦 或者是現在就是 光碟片裡面儲存物的東西 你可以透過我們自己的雙手 把它變成一個手勢 然後它可以佩戴 它可以很搶眼 它可以是一個很有意涵的東西 它可以透過組合 讓你看到不同的效果 所以有機會可以來電腦 看看不同的東西 然後我們有時候也會有一些 學校單位來參觀我們的工作室 所以這地方就是有些學校單位 他們會帶學生來 因為現在滿多學校 都有一些精工的課程 在台中其實很難移 現在比較難看到比較有規模 或者是比較完整的工作室 因為我們是完整的對外開放 所以其實一般客人走進來 你也可以看到我們的工作室 跟上場的狀態 然後呢 這是我們最近在辦的一個展 其實到明天就結束了 我們是221 然後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 手邊有沒有錢 有過有些東西 你看到它 你會覺得說 這些東西要被丟掉 所以它們也可能對我們沒有意義 或者是有些東西是 欸 你看到它 你突然想讓你想到某些人 可是你又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一定要留下來 那我們 這個展覽呢 我請我們另外一個同學來跟你講解 他講得更完整 這個活動的起源是在於 就是我一個朋友來 其實他是來我們店裡 就是體驗做戒指 然後後來因為他跟女朋友之間 因為宗教的關係 造成就是兩個快要分手 然後他就提說 那他都可以把他所做的戒指 還回來給我們 那把他改造成一個實施下 就是他要送給那個女生 然後 我說 然後我說 這樣還有點困難 然後他說不然你提供一面牆 就是如果大家可以把自己 曾經過去的戒指拿去那邊放 我說 可是這樣子誰敢 我們這邊做幾天可以 就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是可以來辦一個展覽 然後也因為中區 他曾經就是一個很煩 很熱鬧的地方 那也是大家 很多人的回憶的地方 那現在感覺就像 被收到一個紙箱 收到抽屜的感覺 那我們透過這個活動 希望大家把自己 曾經有意義的東西提供給我們 那 他提供過來的東西 可能是一張車票 可能是一個扣子 可能是一支筆 那 他會附上一個小故事 就是這個東西 對他的意義 那我們透過他給我們的這個小故事 或者是我們對這個東西的第一個印象 去做一個改造 然後把它改造成飾品 那 其中有幾個東西 我這邊有一小卡 如果你們要的話 可以稍微拿一下 那有興趣也可以 明天到我們現場來聽我們講故事 因為明天是最後一天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方式就是 就是大家改造之後的東西 你有優先權可以買回去 那如果你不想要買回去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讓別人取得 別人也可以買你的 這一個東西回去 然後讓你的故事 一直流傳下去 而不是永遠是說在你的抽屜裡面 然後我們是希望 就是中區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我們可能沒辦法改造它 但是我們透過藝術的一個行為 讓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說 原來東西都可以改變 那中區如果改變的話 讓它可以感動更多人 那我們從小的地方 開始慢慢的擴展這樣 然後這個是我們 目前展覽的一個方式 因為我們空間有限 所以我們把所有78件的東西 就是擠在我們一個牆面上 然後我歡迎大家 因為明天真的是最後一天 然後我歡迎大家來聽 每一個故事 比如說其中有幾個 比如說就是一個孔雀樹 那孔雀樹就是我們俗稱的相識動 它提供出來 那它其實這個故事是說 然後它弟弟生地休學在家 然後他們家外面中的一個 他們家外面中的一個孔雀樹 我忘記了講故事 就是那弟弟因為長年休學在家 然後就是他就一直很常 說他們家外面中的一個孔雀樹 就是想自己 然後就是在手術成功的那一年 然後他們家那一顆孔雀樹 從外面接過果實 而在手術成功那一年 那一棵樹竟然接滿了故事 然後他當下就覺得其實樹跟人一樣 都是很有感情的 所以就把那個 他給的故事 我就把它做成了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人跟樹的樣子 然後另外那一個是 就是有一個女生 然後他在去台灣 換到女生的時候 在海邊撿到一個珊瑚 他覺得我們都是大海的孩子 因為台灣是一個寶雲 然後他希望我們大家都可以 好好愛這個台灣 然後可以對他同一邊 然後下一個 這個快速講完 這一個是他媽媽 就是 他第一次送給媽媽的那個口紅 然後媽媽就是 當時就是 因為他是這個大學生 然後送這個是熊綠的口紅 然後媽媽一定覺得很酷啊 什麼的 但還是很開心 然後這個口紅就是 裡面還有一點點媽媽用這個口紅 就是還沒用完 然後但他媽媽已經不敗人次了 所以而且是在我們親節送的 所以我們都把它做成一個 就是一點小花瓶 然後跟他那些樣子 明天來聽故事吧 好謝謝七七的夥伴們 那這邊我們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們這個